新京六村建于1992年 目前小区内人口老龄化趋势明显 60岁以上的人口占小区人数的38% 而与此同时 这个小区内的配套设施和周边的医疗资源相对来说却是比较缺乏 而正是这样一个老旧小区 目前与AI亲起了手 打造了一个全新的人工智能活动室 在这个健康智慧小屋里呢 就通过引入AI技术与手段 实现了在云端各个数据楼的打通 比如说社区卫生服务站 家庭医生居家养老 这一些数据都将在云端统一汇聚处理 精确跟踪 实现健康管理智能化 那像现在我是在健康小屋里面 那在这个小屋锻炼之前呢 我就可以通过在这里扫脸 来获取我的一个健康建议 通过小脸它这台机器告诉我呢 我目前的有氧运动量处于一个不足的状态 我需要在这些器材上面进行这个锻炼 那根据刚才的健康建议呢 我已经在适合我的运动器材上开始了锻炼 那这一台健身器材啊 其实也是进行了一个智能化的改造 在里面呢已经融入了一些人工智能的元素 因此我在锻炼时候的一些数据可以实时的创传到体科所 与我的健康档案所对接 好了那现在我的锻炼结束了 让我看一下我的报告 在这个体制测定报告拿取出啊 我的健康报告已经出炉了 在上面呢已经清楚写明了对我此次健身的一个建议 同时我的手机APP上面也已经显示出了我的健康报告 那这一个数据呢在云端 其实三甲医院的各大医生 包括我的家庭医生都可以看得到 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